记者吴俊峰、王俊中台南报道,台南是侯姓男子今天上午开住10吨半的中型卡车要前往工地,行经永康区小东、中华路口时,一因刹车失灵,往前方连续冲撞,共波及了16步戏,机车与脚踏车,造成9人受伤,其中其人送医,所幸都无生命危险,照是当时的行车记录器画面曝光, 中型卡车靠住连续撞击车辆才停住,令人惊悚,50岁的侯姓男子并未酒驾,为何会失控连环撞,他强调是刹车失灵,当时驾驶公司的中型卡车,载住山猫要前往安南区的工地,从永康的永大路转复兴路,来到小东路,中华路口前朝市,侯南公称,在朝市地点前方约100公尺的中义街口, 就已发现煞不住,当时车速5,60公里,他认为撞击机车,恐造成重大伤亡,因此全力闪避骑士,也当机立断,选择撞击机车, 让自己的车子停住,卡车载中,外侧车道时,先擦撞一部轿车与休旅车,再往前冲撞送餐车与计程车,并撞倒带转区的机车才停止,总计波及了七部汽车,八部机车与一部脚踏车, 五女,二男分别送成大医院,喜美医院,台南医院与荣总台南分院,警方表示, 肇事原因将再进一步调查,厘清。